大家好 Orit 历史上有著名的温泉关子战 那么是斯巴达勇士对战波士人 这里我各模拟了100个斯巴达战士和100个波士人 那看他们的对战情况如何 波士人排得很方针很方 但是斯巴达人散开了慢慢进攻 那么看是不是跟历史上一样的 果然斯巴达人厉害 还是100对94先的是 波士好像还没有取得什么优势 波士稍微赢了一个 那么这里短兵相接都是 这全是近战兵种 波士刀拿刀对 这个斯巴达人拿长矛 斯巴达人的盾牌好像比较凶一点是吧 波士盾牌好像软弱一些人是没那么硬 所以说总的战况果然斯巴达人厉害 96比74 那就是近身落伯了都是双方之眼 好 我再看一下这 然后人物之间好像 不到处乱跑吗 改的啊 这里是 斯巴达在中间 果然在后方也有些波士人过来了 斯巴达过去把他给偷袭的敌方给打掉 哦 他有击晕效果还有 那斯巴达 波士人好像到处散开了 到处有 后面也有 前面也有是吧 斯巴达人呢还是可以 他近战的啊 近战的很细的 呃 刻画的很深耳人物 这里就能击晕 果然是 那有些在打仗 有些还要没打仗啊 后方也有 前方也有 统统战斗 对 那形象果然是斯巴达披着一个红袍子 那波士呢 禅了这个白头巾 对 双方的 历史人物都是 好了 那斯巴达人往前推进了 是吧 直接往前推进 好 这里还有一些了 不多了 那么92比5那已经是 好 估计斯巴达人跟历史一样取得了胜利